- 嗨 大家好 我是干 有一段时间你和大家见面 大家的生活还好吗 这段时间呢 我去了蛮多地方 好像去了槟城 然后也到了马六甲 然后还跑了很多其他的地方 见了很多的人 当中有一些老朋友 然后也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那总的来说 收获是不少 不过无论如何 就生活还是要过嘛 所以我的每周好博文 又再重新开张啦 就如大家分享的博文一样 趁着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多跑跑多看看吧 然后将这些美好的回忆记录下来 然后和大家分享 阿里这一次和我们分享的一篇博文 蛮有意思的 他就是在一片轻轻的草地上 然后享受着一个英式下午茶的经历 谢谢他为我们推荐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这以后有时间的话 我想我也可以去那边 吃吃这个下午茶 阿博卉恩呢 这一次他就不再带我们去亲子游了 而是带我们来到了一间cafe 据他的介绍说 他这一次写的不只cafe 而是写他对于多年前大学生活的一份想念 那Sam呢 当然是继续讲他那一块钱拉面店的故事 然后要知道这个故事的后续 那就记得去看 Q1的旅游列车呢 这一趟来到了这个北海道的炸荒 这是第一篇 所以也是序幕啊 相信接着下来呢会有更精彩的这个旅程等着我们 卡卡街上一次分享了这个露营的之后 这一次他再一次的分享露营的体验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普鲁兰岸 我是蛮喜欢到一些有小河或者是流水的地方露营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露营的地方啊少了水的话啊 他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就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到了一个他并没有流水的一个地方露营 然后那时候要洗一个杯子啊 都要把这个都要拿着那个水桶 然后到洗手间去装水 他觉得那个感觉很不爽啊 又很没有露营的感觉 阿天呢这一次就分享了一篇微小说 叫做顺风车 他自己说啦这是一篇温馨的鬼故事 然后我想到他说的是 三更半夜开车还是要小心一点 然后JS逊逼了 他这一次有分享了两篇博文 第一篇呢是关于韩国音乐的男团BTS 第二篇则是有关于这个林俊杰的 然后分别是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十首歌曲 还有背后的故事啦 Wendy也分享了两篇博文 一篇是满载了这个幸福 然后让我觉得就是在 爆赛他们恩爱的这个结婚十周年期啦 当中的那些留言呢也充满了羡慕 我也在这边祝你们永远幸福快乐 Wendy的另外一篇博文呢 则是一篇购物体验分享加搭配的博文 他说他本来呢是想要买一个相机包 但是又不好找 所以后来他想了想呢 就干脆买一个包包来放相机 因为要保护相机嘛 所以他就挑了一个硬身的包包 然后是属于这种无心插钮的战利品啦 不过我看了那些照片呢 我都看不到有这个装相机的照片啦 你知道我是男人嘛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包要怎么去装那个相机啊 那接着是林俊杰 林俊杰这一次也是分享了两篇博文 这两篇博文呢都是关于这个彭亨州的这个80公里马拉松赛 然后据他自己所说啦是秉持着这个超马的这个理念 100公里做不到 84公里一定要做得到 然后不自在完成 只自在自己能够去到多远 哇我看了之后 我的天啊 80公里啊 少点毅力都做不到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啊 就这些博文呢 都是从这个8月13号到这个9月7号 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好博文分享 就到这里 然后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其他的啦 那要聊什么呢 当然就是聊电影啊 然后博客电影呢已经开跑啦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招募演员的阶段 有没有想过啊 想要在里面演出一个角色呢 除了这个演员之外啦 其他岗位也是需要大家的 所以大家想要来玩玩的啊 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这个电影制作的 也欢迎到大马部落这个FB群组里面的 这个博客微电影的post里面的留言 不要再害羞啦 好 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大家还是要继续分享好博文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麻烦你现在就订阅 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就请你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知道 假如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 也请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在这里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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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